亲爱的观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 很开心我们又继续在神学讲座传道书的部分 我们要继续前两讲讲到的在日光之下的感叹 我们在上次就讲到日光之下的无奈 日光之下的挣扎 但主要我们尤其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来得着日光之上那永恒的荣耀的丰盛生命 不然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尽是比捕风捉影 本是尘土那就要归于尘土 就陷入到人继续在最终的堕落的咒诅的情况当中 今天我们要继续 我们来看到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讲到第四大点 在日光之下生命的孤独 有时候按着人 我们总是有朋友的 可是有时候有一句话 相似满天下 知心有己了 在日光之下 好像人活得越久 朋友好像就越来越少 有时候得罪光了 生命有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或者在平常人家会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歌功颂德 可是在夜深人静 子夜梦回 我们的生命是孤独的 人当然期待有朋友 人当然期待在婚姻的生活里面 那个配偶永远是最知心的那一半 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安慰 彼此的激励 因为圣经里也的确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有肢体的连结 所以在教会生活的里面 我们非常强调肢体的关系 所以有团契 有小组 我们有彼此的连结 而这连结并不是只是吃吃喝喝 并不只是好像俱乐部一半 一样是共同的兴趣 原来在团契生活 小组生活的里面 我们强调的是那个彼此生命的建立 而这彼此生命的建立 是要有共同的基础在敬拜上帝 所以我们每次的团契 是因着我们的友谊 因着我们的友情 来成为对神的敬拜 彼此的扶持是走在主的真道上 不然人在相对性的当中会带偏呢 对方犯罪我们不敢说什么 还认同他 我们应该把他挽回来到神的面前 可是因着我们以为的安慰 我们的认同 是他把我们拉下去 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我们是一同的奔跑天路 朋友关系 应该就是建立在一同的奔跑天路 彼此的安慰 扶持 激励 加油 祝福的当中 但在人世间 在日光之下 朋友常常也是现实的 有钱可能朋友多一点 但你也知道 如果你是那有钱人 真正的朋友是谁呢 如果你是贫穷的 可能更有感受 朋友是谁呢 让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 需要朋友 但这朋友是一种肢体关系 就是上帝的身体 所以我们彼此的 朋友的关系的建立 就是基督肢体的建立 可以彼此的守望 其实都有祭师的身份 祭师就是彼此守望 彼此在思念当中 比华人的思念更深一点 叫带导 有时候我们会有思念 哎呀 这个先生在国外出差 太太在哪个地方不在 哎呀 我们会很多的思念 看到十五的月亮 但是心里面 好多的思念 但是基督信仰 更成全的思念 我们在思念的当中 把对方交托给主 让主来保守 让主来带领 让我们的心 可以放得下来 让我们不会陷在一种迷惘 或者不知所措 他不晓得怎么样 的一种 一种 这种情绪的 这个情感的 这种 这种不安全性的 不安全感的当中 所以呢 透过弟兄姐妹 彼此在教会里的生活 团祭生活 小组生活 带来祭师功能的发挥 彼此的祝福 而在亲人当中 也更是如此的 在日光之下 孤独 是人一生最后的选项 跟无奈必须会有的结果 孤独 孤独 这是非常无奈的一种情况 被虚空拥抱的一个情况 所以让我们看到 日光之下 他不是孤独的 他是丰盛的 生命是与神同行的 是一群爱主的 弟兄姐妹 在奔跑主的道 一起的 向着标杆直跑的 主要给我们的生命 应该是这样子的生命 并不是孤孤 独独 一个人 非常哀怨的 走人生的道路 人在犯罪前 其实也是具有独特性的 是带有合一 跟彼此欣赏的 就是包括 得救之后的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是有合一性 什么叫合一性 因着主的道 因着主的生命的连结 我们会彼此的感染 凝聚 是相加相成的效果 可是人在罪中 这个罪带来 是疏离 是寡和 是真净 是阶级 是仇恨 是斗争 所以 人 得救之后 看到基督长成的身量 什么叫长成的身量 不单单我们个人生命的成熟 那个长成的身量 更是指我们福音事工的结果 使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 因着耶稣基督 而得救 成为基督的肢体 而我们彼此的连结 这叫长成的身量 因为人在救恩的里面 他具有合一性 他具有一种属灵的一个增长性 一个扩大性 可是人在最终是隔绝的 是孤独的 是疏离的 好的一种状况 所以那我们知道 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要有小组生活 要独团契生活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一种说法 说哎呀 这些人啊 我不想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很麻烦的 跟他们这里干嘛呢 我一个人聚会多好啊 不是的 当我们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 我们是自意啊 自以为意啊 我们又会多好呢 其实我们大家具体是不好 我们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在彼此代导扶持的当中 我们因着主名 我们继续的生命的更新 继续的扶持 成为一个好的关系的建立 而不是现在自意的当中 所以神要我们是一种教会生活 教会生活就是凸显我们 每一个人的不同性 凸显我们的独特性 也凸显我们的有限性 甚至我们的一些盲点 却在合一的当中 我们代导扶持 欣赏 激励 肯定 为对方付出 我们就发现 这些所谓的缺点 这些盲点 这些有限 因着我们的合一 成就了国度的荣耀 所以这叫教会生活 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因为我们彼此的有限 再加上互补 产生对神的敬拜 所以感谢主 所以我们每次做礼拜 不是一个人一个人 站在那里唱的歌 然后在比赛 我声音唱的准不准啊 音色怎么样啊 好不好听啊 我们不是唱歌比赛 我们也不是自己陶醉就算了 我们在整个的诗歌 敬拜的当中是连结的 连结的 是与台上的领唱 师班 或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以基督的身体 一起对上帝的敬拜 这个就是在合一当中 归荣耀给他 极美的画面跟见证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陷入在 仍旧在日光之下的那种 疏离寡合阶级的 增进的那种状态当中 我们要跳脱出来 在基督的爱的里面 被成全 被欣赏 被肯定 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第13节到第16节 带出的第5段 第5段讲到 在日光之下 政治的无常 日光之下 政治的无常 对所罗门王来讲 照理说 这是政治人物的忌讳 他为什么要写 政治的无常呢 当时他是世界 超级强国的君王 在一般的君王的心态里面 武功强盛的时候 巴不得国家永远如此 永远这个长存 所以我们看到 古时候的皇帝 都建阅了神的位分 叫下面的臣谱 要说什么呢 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是建阅的话 这是亵渎的话 一个人 就算当了君王 如何万岁呢 而且他不止一个万岁 万岁成万岁 再成万万岁 他想永世无疆 他想万寿无疆 他想以为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 他可一辈子不死 享受君王的福分 但在定罪的时候 这个万岁万岁万万岁 要成为对他的定罪 而所罗门王非常诚实的 面对这个政治当中 在国家强盛的当中 他仍旧有这个感慨 表面的这个富强 可是下面也许暗潮汹涌的 所罗门王知道 他用王的权柄 解决不了这么多的事 他必须要以一个传道者的身份自居 他很诚实的写下来成为传道书 而且昭告天下 政治是无常的 人在罪中就会陷入无止境的增进状态 所罗门当然他肯定 日光之下 人虽然犯罪堕落 但还有基本的判断 所以所罗门当时也讲说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 胜过年老不肯纳贱的愚昧王 这是本身的自我提醒 所罗门写那个传道书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个年轻的王 他已经继位一阵子了 他在晚年写下了传道书 所以写这句话 其实他也是自我提醒 一个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是谁 是他的过去 他的过去 甚至写到大卫王 在被追杀的日子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 也许写到所罗门王 当时他的一个情况 可是胜过一个年老不肯纳贱的愚昧王 他提醒自己 现在有年龄了 年长了 可是可能就自满了 因为做王做太久了 而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 别人对他盲点的一个修正 他会成为愚昧的王 所以所罗门当然肯定 这样一个是他写得出来 表示在他写传道书的时候 他是谦卑的 他是谦卑的 他也提醒自己 不要成为那愚昧的王 但是他有一个更深的感慨 从一个政治的立场 一个愿意纳贱的 那人家提出建言的一个王 他是一个好王 尤其是一个已经在位多年的 一个老王 资深的王 还愿意接受这些建议 他是一个真的是不错的王 但是在日光之下 岂又有心事呢 岂又有心事呢 所罗门王思想的是一个更深 灵里面的一种情况 这些不有就是 一直在那里日光之下的打转吗 不是一带过去一带又来吗 今天民众的永代 明天可能就随风而去啊 无能纪念 虽然历史上有记载 某某人的丰功伟业 某某人 他的一个情况 可是至终谁来纪念呢 如果真的有人纪念 历史不会一再的重复 我们看到人心的贪婪 一再的重复 人心的嫉妒 诡诈 一再的重复 可是那些诡诈的人 嫉妒的人 贪婪的人 下场也不都一样吗 一再的重复 谁能够听得进去呢 我们看到在犯罪的堕落里面 人性是一只的 就走向那条不归路 好像别人的成功 别人的失败 是他的失败 他会成功的 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可是我们看到在历史的洪流 在上帝的真道的法则当中 谁能够靠着仇恨 靠着真净 靠着贪婪 常常久久不为人知 受人敬宰呢 我们华人有一些话 只包不住火的 只包不住火的 会东窗四发的 事情久了 总会有破绽的 所以就算人世间 好像没有揭发出来 到了审判的时候 具具定准 所说的 所做的 具具定准 神是何等公义的那一位 他的审判绝对不是行义过分 神的审判是具具定准 所罗门 在晚年的时候写下这些话 他感慨 感慨日光之下 他一直竭力地告诉百姓 日光之下这些都要过去 只有日光之上才会带来 那日光之下 政治就更古了吗 日光之上是神掌权了 日光之下是人好像在掌权 可是人是有限的 君王的心如笼沟的水 但也求主帮助我们 在日光之上是让神来掌权 而我们是与主同坐王 我们在他的荣耀当中 恩典的里面 在他的应许当中归荣耀给他 这是与主同坐王 求主帮助我们 不然这个世代是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一直在反复循环着 好 而生命的问题是一直都在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 人的政治理想 岂又能使在日光之下 永不腐败堕落呢 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 有多少的思想家 政治家 哲学家 想提出解决方案 想找到一个一劳永逸 永远的理想王国 真的有理想国吗 真的有柏拉图式的 这种理想国的存在吗 人只要在罪中堕落 这个国永远无法实现 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 并不是在世上要来搞革命 推翻罗马政权 恢复大魏王朝的荣耀 恢复所罗门王朝的荣耀 不是说你看 看我是耶稣 你看我可以五饼二鱼 来跟随我吧 我们推翻罗马政权吧 没有粮草 没有关系 我一祷告 好 五饼二鱼就出来了 受伤了 征战受伤了 哪怕死亡 没有关系 我为你祷告 你会复活 你的身体会长出来 是吗 耶稣不走这样的路线 耶稣说 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上帝知道 这个世界要过去的 这个就天就地 因着人的罪 都要被败坏 一直走到尽头 所以在之前我也说过 世界末日并不是宇宙万有 自然混乱 时间久了就混乱的结果 也不是外星人入侵的原因 世界末日乃是人的最路的世界 人的最路的世界 导致今天的世界末日 但世人的世界末日 以为就是over 就人类结束 宇宙结束 圣经告诉我们 世界末日是人最的结果 将来要来的是新天新地 是得救的基督徒 要与我们的主同长 在荣耀中来作王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的救恩是带来新天新地 是带来荣耀何等丰盛 吉丰吉盛的神的同在 所以在日光之下 我们不要期待一个 永远不改变的 的一个政权 曾经有一个政权 号称日不落国 但是又有几年了 权力使人腐败 绝对的权力 使人绝对的腐败 这是人的堕落 而且人很容易在政治上 是向上堕落 当我们有理想 有乐学的时候 我们希望有革新革命 但是人在位置上的时候 有了权力的之后 那个权力 在人的罪行当中 无人可以逃过 这样子的诱惑试探 权力就使人堕落 绝对的权力 使人绝对的腐败 我们看到在耶稣 在圣灵充满之后 在旷野之后 他到了恶者 要来试探他 就是那最重要的三招 你恶了可以把这些石头 变成饼啊 人常常为了杜妇 就好啊 在第一招使出的时候 我想很多的人就应声而倒 到了第二招 好像有一个不得了的宗教的 一种能力出现 你跳下去啊 有天使把你接住啊 有神机异能啊 有时候人 也许为了杜妇 民生问题 我们抗拒恶者的诱惑 可是当这种宗教性的 神机启示的 赋予的能力 加在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常常也就像恶者投降 所以很多的宗教 我们看到 他有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吸引 他的人 我们不是靠这些神机启示 我们乃靠认罪悔改 只有认罪悔改 才是真正的得救 当然我们也接受 相信圣经里有神机启示 但是神机启示不是得救的确据 认罪悔改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才是得救的确据 我们也再来看到 二者的欺骗 最后大拉拉的直接说 叫耶稣直接拜他 就把天底下的荣华富贵要给他 可见撒旦的真灵面目 世上的未有哪是撒旦的 他是妾夺 他是战友 他是非法战友 他是违章见足 但他居然敢在耶稣面前 宣告这些是他的 可怕就在这里 可是很多的人为了权势 宁愿向撒旦下拜 当一拜他 好像拥有了世界龙华富贵 多少的权力 多少的金钱 多少的地位 但是最终成为神对他定罪的证据 这是人向上的堕落 所以我们看到权力使人腐败的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 但我们也在所罗门王身上看到 他当以传道者自居 他有一个反省的时候 他知道政治力是做不了这些人性的改变 他立抗这些权力的一个腐败性 当然那个时候也国家也在面对一个动荡当中 但是他说出了这些话 所以我们敬佩他在一个王的时间内 他不以王的身份说话 而以一个传道者来自居 这不是消极的 这不是无奈的 这来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招命 上帝呼召他不只是来做一个王 而是上帝话语的传扬者 写下的传道书 写下的雅各 等等来提醒我们所有的人 也让我们来小心权力的试探 出于那恶者的 是让我们会向上的堕落 与我与求 人内心深处 在堕落的当中 都想当王的 都想当神的 所以我们在华人世界 我们看到很能自称是活佛 自称活佛 古代的所谓的这些法师 还不敢自称 但是今天这个世代 我们看到人心向上的堕落的可怕 跟那个速度 所以那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也需要有像所罗门王 对日光之下的观察跟感叹 那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光照当中 辨别诸灵 我们不以日光之下 无意义的价值观引导我们 有太多的吸引的事物 在日光之下进行 但是我们基督徒 洞悉这属灵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不在那无意义的日光之下 盲目的追逐 以为流行啊 趋势啊 好像这样我有更多的人脉啊 以更多的喜爱啊 我们基督徒要敏锐的是 罪的问题 敏锐罪在我们身上的彰显 那种诱惑是何等的大 我们不行日光之下 恶人的行径 我们愿意以日光之上 基督的爱 来彼此守望 关怀 真正的朋友 乃是在主的道上 同奔天路的 我们盼望 因着我们基督肢体的连结 合一 国度身体的成长 带出上帝 真实的盼望 借我赐恩福 借我成为极美的 新香之气的见证 而带来日光之上的得着 领人回到日光之上 应有的生命意义 跟价值的当中 所以感谢主 那我们在今天 我们一起来学习 日光之下是人生 一生常常叹息的感叹 不会有任何 可以纪念在天上的 人在最终 没有一样是可以纪念在天上的 也许在地上你丰功伟业 但没有任何的一件事 可以成为永恒中的意义 反而也许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的财富都是不当的所得 要成为神对我们的控告 而我们在乎的 那真正生命的意义开始 是在于我们重生得救 在地如在天之后 我们的生命就积财宝在天 我们所期待的是 这样子的属灵生命 那我们不陷在日光之下的感叹 而是在日光之上 荣耀的满足与敬拜 感谢主 盼望今天这一讲 这些经文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至圣的父神 让我们敏略日光之下 的这样子的很多的试探 让我们以敬虔来到你面前 得着日光之上 生命意义的恢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